第362章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韩谦看到柳生哥的时候 对其笑了笑 随后和图霄并肩走进了大厅 林纵横站在门口迎接着这些来给他老子捧场的长辈们 他脸上还带着几分淤青 正在与人热络 这孙子别看往日里高高在上的 这会倒是一点礼数都不差 林纵横发现了韩谦 低声和几位长辈解释了一番 随后笑着走了过来 张开双臂 妹夫 你可算是来了 今天有很多宾客都是冲着你来的 你迟迟不露面 我这个做大就哥的都没办法解释了 哎 韩谦的心里已经开始骂娘的 林纵横这孙子是太聪明还是太傻 他们俩什么关系各自心里不清楚 说严重点都快要整出人命来了 更是情敌见面分外眼红的关系 他这会能做出这番举动来 韩谦还真不习惯 林纵横表现得和韩谦很熟悉 仅仅一句话 简单的拥抱就让外面流言蜚语 不攻自破 谁说林家少爷和韩大仙之间有恩怨的 与此同时林纵横还得到了一些长辈的认可 胸襟宽广 很难不成大事 殊不知拥抱的两人之间在交流着什么 林纵横在韩谦的耳边咬牙道 韩谦咱们俩的账慢慢算 信不信我现在揍你 林纵横放开韩谦 后退一步 笑容温和 在韩谦做出自己酒驾 然后举报他酒驾的事情后 林纵横是真的不太愿意 在这种场合招惹这个脑回路 和一般人不一样疯子 这回柳生哥也进来了 韩谦和林纵横同时 看向这个京城少爷 林纵横眯眼冷笑道 韩风狗 这个柳太监不适合简单的角色 我现在没动你是因为我的心思在他的身上 韩谦看着柳生哥 低声皱眉道 林大王把你要和柳雕四过过招 我劝你快点动手 让我清闲清闲 我保证 如果你现在上去打他 我帮你 别 你先动手 我绝对帮你 涂潇不自然地看着这两个年轻人 然后又看了一眼柳生哥 谁和谁是敌人 谁又和谁才是盟友 看不懂 一点都不看不懂 柳生哥走进大厅的时候 吸引了八成的视线 且不说实力 单论这身段和相貌 柳生哥可以秒杀在场的所有男人 禁欲系的男人 往往要比邻纵横这种顽固和寒谦 这种被女人环绕的人 值得关注 大厅的人开始走动 魏天成 蔡清胡 涂潇 罗善德 以及涂潇 站在了寒谦的身后 李大海 高吕行 刘光明 吴思棍 还有两个不认识的一男一女 在柳生哥的身边 林纵横身后 站着林梦德多年的好友 一瞬间生日晚宴的大厅 被划分成了三个阵容 除了这三个市里的青年才俊 更多人注意的是 李大海身边的那个姑娘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个姑娘就是这几天外面流传有名的李嘉儿席吴思棍 知道吴思棍身份的几人心里也有几分震惊 他们没想到吴思棍竟然是被李大海给带进来的 几个起初心里对吴思棍有想法的家伙都收起了这个心思 这个小姑娘不简单 幸好是女人 最好是女人 市里的三位顽酷同时张开嘴 却是柳生哥抢先道 韩绍和林绍的关系很近 林纵横笑着回道 自然 小暖是林某的义妹 韩谦自然是我的妹夫 是一家人 韩谦笑道 林董来得有些迟了 柳生哥笑着点了点头 的确是迟了些 自罚三杯可好 林纵横侧过身 伸出手 林董请 韩绍请 三人走向了大厅的自助餐饮处 林梦德 为了不出现缘巨凯隆的事情 整个晚会 不再有服务员送酒 全部自己动手 没有人不愿意 林梦德 也有这个能耐 在这三人离开后 刘光明对着魏天成会的挥手 眯眼笑道 老魏 咱们也去喝一杯 魏天成婉儿一笑 走着 高旅行对着屠肖点了点头 后者点头离开 而吴丝棍则是找上了蔡清胡 韩谦 柳生哥 林纵横 三人凑在一起 让晚宴变得热闹了 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三个人 他们三个能擦出什么火花来 可晚宴绝对不仅仅 只有这一道风景线 在大厅右侧自助去有一道 实打实打风景线 美貌和才华 急于一身的女人们聚在一起 她们的相聚 让晚宴的三线小明显 和一些名媛贵妇 感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没有丝毫想要挑战的意思 小凤凰温暖 大学还没毕业 便是接手了公司 一个小姑娘盯着集团压力 不但没有让畅想缩水 反而越做越大 夜叉女燕清清 荣耀集团的职业经理人 这个女人的出现和寒谦相同 均是突然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这个燕清清没有太大的动作 她在市里出名是因为她的脾气 几年来不但一点花边新闻没传出来 还把几个狂热追求者殴打成伤 一时间所有人都以为这个燕清清是某人的禁鸾 殊不知燕清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她没时间去恋爱 也不想恋爱 更不需要那些油头粉面来浪费她的时间 因中秋惨案一事 从省里调来的巡查组组长蔡清胡 这女人的背景没人清楚 只是知道这个女人身为衙门口的官员 形势却是十分大胆 其中一辆跑车曾被冯伦夺走 也是在案发之后见过冯伦妾毫发无伤的女人 据说城景和牛国栋也要给人家几分颜面 小凤凰 叶插娘娘 巡查组组长 不论身段 向往 才华 能力 地位 她们已经拉开了同龄姑娘十万八千里 如果说只有她们三个还好 荣耀集团那几个部长 运营部的寄警 综合部 现在连城小组的组长 少傅杨兰 公关部的孙雅 都是九十分以上的美女 还有小凤凰那个混血闺蜜 闭眼金发 让人欲罢不能 不仅如此 与她们熟络的姑娘也超过了八十分 那个李大海的儿媳妇 也是一个美人 什么叫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在这个晚会表现得十分明显 温暖端着香槟 刻意地站在燕青青的身边 今天的温暖 穿着一件纯黑色的鱼尾丸礼服 算上脚上那一双高跟鞋 隐约已经超过了一百八十公分 温暖单手还胸 另一只手端着酒杯 望着远处的寒谦 轻声道 燕狐狸 你对柳生哥了解多少 燕青青昂起头皱眉地看着燕青青 横跨出一步 随后发现发现 蔡青湖站也在她的身边 这一瞬间燕青青杀人的心都有了 低头咬牙道 我现在杀了你们两个的心都有了 能不能离我远点 温暖转过头 左看右看 疑惑道 嗯 烟狐狸你人呢 话落低下头 憨憨笑道 在这儿了啊 刚才我问你的话你听到了没 不知道 别问我 温暖我再警告你一次 你再敢拿我身高说事 我就把你穿抹胸并且要用家厚垫的事情说出去 今天姐姐一米七 蔡青湖皱眉看着远处敷眼道 知道了知道了 一米七一米七 我感觉今晚 韩谦应该是有事情要做 你们发现没 他身边的那几个家伙刻意地在阻拦咱们过去 还有 无丝棍你站在这里合适 一直未曾开口的无丝棍低头笑道 当然合适 我是李东升的未婚妻今天是过来给他求情的吗 几位娘娘去劝劝韩少 给李东升一个机会 燕青青听后皱起眉 温暖开口就要讥讽 刚说出一个字 翘臀就被燕青青抽了一巴掌 低声道 长点脑子 在大厅的二楼环廊 老温叼着雪茄 手里拿着高脚杯 趴在栏杆扶揽大厅 在她的身边是几位重量级人物 是林梦德见了面也要伸出双手去握的人 乾陵也站在这里 乾陵 拿我女婿做工具 要不要我现在就让你动弹不得 工具 如果不是我那只女儿不争气 我不介意撮合 撮合她和韩谦 可惜啊 韩谦不能给我做女婿 只能做儿子了 金河姐你觉得清清这姑娘怎么样 我认她做该女儿 韩谦是不是也是我女婿了 哟 江贤妹妹来了 老温的身子一颤 手里的酒水洒了一点 楼下马上传出怒骂 温叔皱起眉头 随手把被子里的酒水干脆直接淋下 楼下安静了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